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九文龙使劲是个脸热的人呢 过也不去了 交朋友吗 就是有来有往 这才让庄上的庄丁宰羊 拿出来好的红锦 做了这么三领金袄 那么把这东西都预备好了 要派一个人送上少活山 派谁去呢 他庄上有一个王寺 姓王杭寺 还有个美号叫赛博党 原文对这个人刻意的描写 说他什么呢 说赛博党王寺 颇能应付官府 这个了不得 那说这句话还值当的特意提出来吗 这就是古人 这就是古人窃官 尤其农民 在家的怎么都成 说上县里边打官司去 不敢去 有点啊 小冤枉 也忍了 怕见官 也没有文化 那么这个使劲呢 接他爸爸班 当理政 说现在话 够个街道主任的资格 那你也得跟县里边 有交涉呀 他不去 因为使劲这个文化呀 二五 一般程度都不够 怎么样呢 要汇报点社区工作 上面来个什么精神 他不去 他就让王寺去 那么上头也经常来人呢 进行检查 收税 查户口 提出来防火防盗 各项安全要求 这都得有人盯着 王寺破坏这套 那上头来了人 到了这个村子 让他们一转 你们这个防火 这个消防栓灭火器 不够舒服啊 你们这都在哪儿搁着呢 要求一个村子 最起码四条大路 这个民宅每家都得配配 这万一着火了不得 王寺一听 您不知道 有 不是没有 还没来及发放 您跟着我到这屋 您到村委会一瞧 您就明白了 县里边来人一听王寺 上哪儿看去啊 你这都得到户 您一瞧就明白 他让到村委会后头 挨着厨房 有他们间屋子 一进去摆上了 全洋大菜 成瓶的酒 马的呢 领导您先坐会儿 一会儿您看看 咱们不忙 工作也是工作 咱吃饭也得吃 是不是 只有休息好 才能工作好啊 县里边领导一条 哎呀王寺 这么搞不好吧 这太丰盛 不是 这跟这个我们装子上 没关系 我个人讨要包 吃我 我跟您素肠 交往不错 您挺照顾我的 吃完喝完了呢 把剩位菜一打包 再拿一篮子鸡蛋 小沫香油 土特产呗 心下的核桃 给拿二斤 这位大概齐呀 吃完食困 一犯困呀 就把刚才检查 这茬就忘了 也没提就走了 回击汇报 就过关了 九文龙使尽 这人第一呀 不善辞令 第二呢 他也不愿意 说违心的话 他的性格在这儿 这事都王寺去 所以王寺呢 原文写 不能应付官府 那就很了不起了 在那个年代 老百姓 那么窃官的情况下 这位建筑 一点不处 对答如流 跟现在不要 现在您各位 不窃官 那我我也不窃官 警察是保护我的 政府是爱人民的 我实名举报 我现在 我举报谁呀 我 就这么一说 这个信息也公开 网络也发达 所以呢 对这概念就没有那么 跟过去不太一样 王寺去的 你来趟少华山 王寺一听就高兴 怎么呢 还有那句话 有公就有私 有私就有弊 你分上少华山干嘛去 要派上少华山下战书去 那别去了 为什么 这债主都混 他没有两国交兵不展来史 那概念 言语不当之处 就虚哀顿揍 闹不好啊 把命就去丢了 这送礼去 官不打送礼的 那战山的代王 也不打送礼的 这是肥拆 所以王寺挺高兴 庄公你放心吧 教我万无一失 那你也得仔细 艳路之上要人问你 你可不能说上少华山 那好 史家庄私通少华山的 匪人还行啊 这我都会说 您放心 边瞎话不用您交给 王寺带着这三领 锦袄 顿得了的 原文写三只飞扬 连酒 装上几个装钉 挑着 他打头 够奔少华山 到少华山 这王李一回名 神奇军师 住屋以下三位债主 包括河山的大小头目一听 心里边高兴 你要源源不断老给 使劲送礼 使劲不回礼 这交不上朋友 等于是三位债主 怕了使劲 那就是巴结使劲 人使劲根本就没家 你没瞧得起你 这一有来有魂呢 哎 这就算交上朋友了 打这说 陈达阳春两个人对神奇军师朱武当初的这个怀柔政策没有蛮干 那是郁家的佩服 这算对了 逢强了就得智取 你碰上使劲这样的人你跟他真动硬的你大不过人 别看就一小小的王寺 三位这种亲自带了楼楼兵下山 那很重视 就如同街使劲一样 风风光光高高兴兴街上一座少华山 您别瞧王寺当地人 真上少华山没上过 再不当王寺这么一瞧啊 呵 山是很险遵的了 山上的这个公室 盖的也不错 三位债主感觉不是一般的人 要不然华阴县不成县 两县派兵 久攻不下 不是没派人来打过 打不过呀 那少华山 有高人呢 而且 几百楼楼兵井然有序 各司其职该干什么的干什么 这是跟我们庄上没认真打呀 这要真两边玩的命打起来呀 纵使我们使得狼 骁勇善战以一当百 那我们使得庄也是一定被图大难 这不好说呀 输赢胜败 看来两边交朋友是对的 那么这位兄弟你怎么称呼呢 嗨 您太客气了 我姓王在家杭寺就叫王寺 哦原来是寺帝 不敢当不敢当 怎么样王寺兄弟 你家史庄主 派你来有什么要说的吗 也没什么要说的 就是天气渐冷 送几件衣裳们给债主哥哥 另外呢 给河山的众弟兄的带点肉 带点酒 瓜子不保释人心吧 我呢 就是奉我们庄主之命前来送礼的 您看看吧 说着话 史家庄的庄丁 把东西往上这么一搭 那说这点东西 跟那三十了 蒜条金 一盘大猪怎么比呀 丝绸啊 绸缎 过去真得是跟金的件差不多 很值钱的东西 现在您要是买一匹布 恐怕多贵的料子 您也买得起 做事医生不叫事 所以这三领金袄 价值不菲 虽然说够不上那一盘大猪吧 也是很名贵的 所以东西往上一搭 倒不是三位寨主眼皮子窄 一瞧这东西 罢了 人家屎大郎 没糊弄 不是说往山上送东西 就是一丝一丝就得 送点肉 送点酒 田地里边 今年刚接的香官 给送三十个五十个 老玉米棒子熟了 给送一口袋两口袋的 那是乡下串亲戚 是不是 说这个送衣裳 那个麻布的衣裳 或者棉拔鞋 给送个十双八双的 不是 这个三领金袄之前 好 多辛苦了 没别的 看啥 十两银的 王四这下闹着了 来说就有算计 这趟就是肥拆呀 果不其然 三位寨主 看佛敬僧 这不是冲我 这是冲我们使得了 我们庄主 他们刻意的结交 我是庄主派来的 一定错不了 十两银子 什么概念 哥现代话说 得一万块钱吧 您说 哪个送快递的 到那给一万块钱小费 拿着这事 我不就送趟东西 到手了 您瞧 我不过是刨个腿 说两句话的事 何必三位寨主 哥哥您这么样的客套 倒是 小得我有点 受之有愧了 可又去之不公 没事 王思英得 这什么话呀 应当的 这你拿着 吃饭不饱 买酒不对 这就是灵魂 没别的 这不有现实的酒肉吗 是你们装上的 打开 就在我山上喝 我们仨一会儿 就把衣装换上 你瞧瞧怎么样 太好了 要不合适 旧事我带回去 再给您改呀 那就不管合适不合适 大概其是个意思就得了 也不能老穿的 穿上新鲜一会儿 把这个新衣着换下去 酒宴这也摆下了 拉着王寺就在分赃俱易厅之上 大伙咱们一吃一喝 好 这王寺这酒链还真不错 喝了十多晚 喝了大醉 嘴呀 也不利头了 脚底也半算了 那么这三位寨主一瞧 喝的差不多了 王寺兄弟 我们抢你也回不了家了 没问题 您放心 我回去见着我们庄主 一定把您这一分美意全带到了 该说的话我全会说 那就对好了 得了 那您要是不在山上待的话 我们送您下山 不用 随便派一个兄弟送我就行 把道路指名到山下 自上了关道了 我我就回家了 好吧 王寺 算山上下来 赶他回到了 史家庄 史的郎一瞧 行啊 小哥几个 这趟去 没白去呀 一瞧 以王寺为首 装上这几个人跟着 全都脸红扑扑 一嘴的酒气 没少喝 甭问呢 诸五弟兄人等 留他们吃饭喝酒啊 王寺 少华山的酒怎么样啊 不薄 好酒 没少喝吧 对了 我能给您丢人吗 你这是他这话说的 他太知道 史晋是怎么想的了 王寺 他能言善辩 他会说话 我没给您丢人 他们 他们少华山 灌咱们 使世界庄的人 您猜 怎么着 我是怎么着 你怎么样啊 我没喝多 我背背景 斩斩斩肝 不含糊 好样的 给你们哥几个 打赏了没有 十两的银子 全不说瞎话 你说瞎话呢 说给五两 那几位一问给十两 显得自己犯小啊 就说十两 史晋已经好 不少 送烫东西给十两银子 那还少吗 出手大方 是交朋友的路子 得了你们哥这个多心目了 赶紧回屋睡着吧 好 往四回屋睡觉去 那么过些日子呢 少华山的寨主 又得着什么东西了 又往山下送 史晋这儿 觉着什么新鲜 哎 又要回礼 又往山上送 时间一长 一来一往 这个少华山 跟史家庄 可就算交正朋友了 诸五等弟兄三位 这三个寨主 可就跟史晋 算是好不错的朋友 时常的书信来往 互通礼物 那么 从史家庄来说 就是派赛博党王寺去 少华山呢 这儿也是固定的 这么两三个楼楼兵 只要是下山到史家庄 就派这俩人来 那么慢慢的呢 底下人也交上朋友了 上华山有几个专门接待王寺的 专门上史家庄走动的这几个楼楼兵 跟王寺还交好 最不错 有的时候呢 债主爷不留王寺 这哥几个爷得留 甚至于说王寺啊 除了是史晋 给这三位债主带的东西 自己在山底也给这哥几个带点东西 他们也互相穿乎穿乎 这个关系是越走越近 前文书咱们说了 可是有人跟史晋提醒了 您跟邵华山不能走太近了 史晋不听 将然的来到了八月 一看近了八月 天也见凉快 这史晋可就琢磨了 过些日的十五 中秋佳节 我不免哪 可就把三位债主请下邵华山 到我庄上敷衍 那时接弟兄等凑在一起 饮酒赏月 岂不乐哉吗 这样 写下一封书信 书信里写的明白 就请神机军师诸武 跳剑虎陈达 不花舌阳春 这三位债主 八月十五那天正日子 下山赴宴 咱们是饮酒赏月 谁送信 自然是塞不当王寺 临行之时再三叮嘱 一定得让这三位答应 到时候上咱家来 您放心吧 塞不当王寺把这个书信带好了 辞别使劲 从史家庄购奔 邵华山 他是常来常往的了 到了邵华山这儿 有山眼 负责山底下巡逻的楼楼兵 一瞧王寺 哎呦 王寺子 你老人家又来了 又给我们山上带什么来了 你瞅你那个贫图的样 我也没包袱 也没行李 就这么一小达伯 这达伯还是空的 跟你说这达伯干嘛用的 干嘛用的 等着你们债主也回赏 我哥达伯里带回去的 这回空手 什么没带 我说你们怎么能不开眼呢 啊 我不带点门就不能上少华山了 你们也推王道点了 就说你们是占山的吧 来了还不许空手啊 就许我们给你们送礼 您想我们这一句招出 您这么歇个来 哪那么歇个说的呀 郑哥您干什么了 请你们债主来了 呦 请你们债主干嘛呀 请三位债主哥哥 八月十五使去装 饮酒赏月 不知道能不能带我们去 那就看哥几个躁吼了 怎么着 哥几个受累 回病回病吧 就说王寺求见三位债主 您怎么了 您来多少回来 还求见什么呀 跟这么哥几个走吧 那好吧 收累吧 分钟一个人来 领着王寺上山 到山上 来到了分赃据一听 三位债主正在谈话 说史家庄的王寺来了 哦 请进来 王寺进来 把身上double解下来 就往就地这么一哥 上前十里 参见三位债主哥哥 我们正念头 这些日子怎么 史庄主 史大郎 没有什么消息呀 倒叫我弟兄三人可想吗 怎么 难道说 史大郎 他 跟我们有什么要说的吗 让您猜着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三位债主哥哥 您看 我带来这么一封请柬 哦 朱武一听请柬二字 洗上心头 拿过来 把这封请柬的书信呈上 朱武拿过来 把这信然掏出来这么一瞧 陈达阳春两人凑过来 一看 写得清楚 八月十五 史家庄赴宴 很简单 就这么点事 下坠切切二字 那就是务必的要去 朱武一瞧 乐了 怎么着二位贤弟 史大郎 请咱们八月十五那天 去喝酒去 陈达一听 一拍大腿 你这大哥 您可真耽误事 前两天咱们就念的这事 就说要请史进 我让您赶紧送请柬 您老说 到日子再说 到日子再说 你去怎么样 耽误了吧 走人后头了吧 应该咱们请人家 你这人请柬来了 倒显着咱们弟兄那里 我哪知道史进也急脾气 哪知道刚进八月 今天刚八月初二 他就下请书 哎呀 那怎么着 三儿你看咱们 那子是得去呀大哥 二哥着急 我也着急 这史大郎 要不怎么说 这个朋友 都是同道中人 都是头脾气 他也急性子 那没别的 您给写个回信吧 好吧 这三位寨主的文化呢 那就是 朱武最好神机军师吗 朱武这才 预备好执笔末宴 就写了这么一封回书 回书内容也很简单 就是八月十五 到日子准去 还要多多 托扰室庄主 下边落款 可就是 朱武 陈达 阳春 把这都写清楚了 把这个 信 再交给王四 王四得了这个回信 往自己的 大宝里这么一割 那我没别的事 三位寨主 我就回复我家庄主 且慢 王四兄弟 你这是怎么了 风尘仆仆 辛辛苦苦 来着山上 水不喝一碗就走吗 来 看啥 王四根本也没想走 原地也没动 赏无量银子 送封信 又给无量 这说的话就白酒 三位寨主 殷勤的相劝 王四有点量 左一杯又一盏 喝得欺负杯 也没少吃菜 哎呀 三位寨主 头样说我量浅 喝不了那么些 再喝就喝多了 再有啊 跟您说实的 我还得回书呢 哎 我家庄主爷还等着我这信 我把您这文书信拿来给摊一条 怕了人家格外的高兴 岂不是我们 庄上的这些人都喜欢吗 好好的准备准备 那么您这也准备准备 我呀 不喝了 就此跟您啊 告个罪 我打算回去了 真不喝了 饭可得吃饱了 酒足饭饱啊 如此说 来 送王四哥下山 娄娄兵过来替寨主相送 王四这就有点多 扶着这娄娄兵 刚出分赃举听 就听人叫的 四哥四哥 嗯 王四扭向回头一瞧 山上的朋友 您什么时候上山 没给信 我们庄主怕 怕三位债主不去 提前写信请客 什么事请客 八月十五 我们使劲庄 哦 请我们债主 债主去不去 那姿势得去呀 嘿 到时候肯定能跟着 咱们弟兄又团聚团聚 是啊 装上喝酒去吧 别等装上来 今儿就不错呀 公事办完了吗 回书也拿了 赏银也拿了 那我们那小他俩待会儿吧 我喝了 债主是债主的 我们哥几个是我们哥几个的 宿长宿网子 您请给我们带东西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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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主还派一人送呢 哎 债主让我 送四哥下山 你们给拉走算怎么回事 我见着债主怎么回乎 你一块吧 喝完了咱们一块送四哥 见着债主再回乎就完了吗 好吧 这位乐得讨一杯酒吃 那么山上跟王寺不错的这哥几个 就起个宫洞 王寺呢 嘴馋 债主那已经喝了不少 这就别喝了 不仅 来到楼鲁冰的宿舍了 一看这宿舍还真干净 不错啊 好 四白落地的 山上这条件就算可以了 您甭包却我们这宿舍 您看看 这菜怎么样 喝都是深蒸啊 这家伙 蘑菇 地儿 野菜 各式样的山里边的松子儿 什么叫榛子 大栗子 哎呀 哥几个 素点 没肉啊 您别忙啊 肉在锅里给您炖着呢 您瞧瞧 袍子肉 这都是您在山底吃不着的 是是是 倒是跟寨主那跟前啊 有点拘束 跟你们哥几个这儿哈 我倒显着 自在许多 来不来吧 咱们先喝着 大菜一会儿 马上一个一个给您上 好 喝 把这大波 往旁边一搁 把医生 这么一礼 跟这哥一个推杯换战 这就喝起来了 再不当王寺能说呀 他在三位寨主跟前啊 是趋一奉承 捧着聊 三位寨主呢 是看佛敬僧的意思 对他呢 也是很客气 到这屋可就不一样了 这屋啊 都是底下小楼了 那王寺 呵 可就没地方听起了这话 轮圆了 这么一吹 省大说什么 神吹呼跑 那把使劲那能那说的 就有九天揽月之能 一通神吹 这爷喽喽兵呢 听得是津津入味 山上呢 业余生活呀 娱乐项目也少 那怎么办呢 他来了听他聊天 挺高兴 这酒啊 酒逢知己了 那喝的气不晚了 这儿又来气不晚 喝的这王寺啊 圆地儿都动不了了 眼也捏了 话也不说了 刚才那吹劲全没了 直冲嘴 大伙一瞧 坏了 给四哥灌多了 四哥 四哥 嗯 别回去了 山上吧 好不好 嗯 说话呀 嗯什么呀 飞回家呀 嗯 我们跟你送去的 嗯 你一夜走 嗯 回家的路 您认得不认得呀 嗯 说的话 晃里晃当站起来 这玩意大玩儿 瞅得够悬的 四哥您这酒精可稍微的啊 倒没喝多 瞧着还行 这跟喝多伦 你不能跟他说喝多了 我的意思 您再喝点就别回去 不 搭不在哪 那里有钱 还有你们债主给我们庄主的回信 哦 是是这是要紧的 您可带好了 好好好 搭不拿过来 往身上这么一搭 突如往下这么一锤 他一瞧啊 搭是搭不住了 干脆 把这搭不就在腰里头这么一兜 拿手这么一拖 用手一摸 五两银子跟书信都在里边呢 直的都不会了 横着排出过好几步去 几楼楼赶紧 哎 您这怎么意思 这边这边这边 我我我知道 我知道 回去 十五那天见 破不了 是 庄上一定给我们都预备好了 我们跟着债主去 您慢点吧 大伙是连餐代驾 把王四送下邵华山 王四 王母娘能追之你 云里雾里 怎么下的山也不知道 到山底下 人家都回山 就这一人了 他往前一瞧 一条大道 他心里明白 这喝酒的人呢 心里边清楚 就是浑身上下 各个器官 不受自己支配了 这么走 是回家 就这么走吧 画着圈 亮亮腔腔 他往家走 这酒劲可就上了 这王四还有一毛病 不到酒 你只要找一地 哇哇一吐 小凉花一吹 这点酒吐出去 一会儿他醒过来 也就完了 不计 他不会倒酒 这身体受不了啊 这酒都在里边憋着 壮壮跌跌 往前走 越走越晕 越走越晕 不成 我得找个地儿睡会儿 这哪睡去 顺山上都下来 往前走的 没有吉利路 他一瞅啊 喉咙 有这么一段松林 他往松林里一瞧啊 黑沉沉 一眼望不到底 我就这儿 跌跌撞撞 他可就进了这片林子了 王四到林子里一瞧 哈哈哈哈哈哈 该找 那是说怎么该找 呵 原文写 沙茸茸的草地 人都说绿茸茸的草地 沙茸茸的 这个草地 那草啊 您琢磨近八月了 长得挺长的草 都见黄了 整个一地毯 草垫子了 那躺上别提多宣敞 多舒服了 他一看这地方太好了 什么冷不冷啊 动着不动着 不管那套了 他还明白 这里有钱 这里边有那封书信 这可不能丢了 拿手一摸 全在这儿 故意的把这边啊 往身子底一压 罩着这片草地啊 扑通 王四歪在这儿 刚躺去 这呼噜就起来了 喝太多了 不省人事 他躺去 没睡多一会儿 丛林的里边 出了一个人 这人 一边走一边唱 哼唧唧 遇见了宋老三 两个口子 没打烟 你说唱的是这探穷水红 我就给您举个例子 反正是小调呗 在干嘛呢 他看他下的家子 谁呀 标兔里吉 这人钱文书 咱们出现 是个猎户 皆因为 他标这兔子一绝 所以他唠个外号 叫标兔 这里吉 干别的不成 逮兔子一绝 逮兔子什么时候逮 就是这个秋天 和刚刚进冬的时候 兔子最肥 兔子一到冬天啊 虽然不冬眠 但是他因为没得吃 他也需要在秋天 进行大补 玩命吃 所以这个兔子 秋天的时候最肥 毛也最长 那么这个兔子 逮着之后 这会儿能卖一个好价钱 最近的标兔里吉啊 是格外的忙碌 他这逮兔子全面 拿这标枪标 下膀子 下家子 他能找出兔子窝之后 往里面拿烟熏灌水 甭管怎么说吧 他能把这兔子一网打尽 所以最近呢 王的不亦乐乎 整个绍华山 山底下 死是他知道有兔子的地方 他全布置好了 那么这片松林的后边呢 他也下了不少夹子 张了不少的瓦 今天他带着自己打猎的家伙 进了山林的里面一转悠啊 收获很少 怎么 他下的那家子都没动 也没有乐网的兔子 所以他心里边呢 有点不痛 哼哼唧唧 顺林的里边往外走 嗯 林的里边黑 外不亮 从外边往里瞧呢 瞧不真正 你要从里边往外看 看得见 他咋里边来呀 他一瞧 横着那儿好像躺了个人 吓得一跳 呦 倒啊 谁死在这儿呢 离近了好大的酒气啊 喝多了 哼 我这忙得跟什么似的 连一个大肥兔子也没逮着 人家酒租饭忙 你多会找地儿 这么厚的草垫子往这儿一躺 睡了 谁呀 他过来一拔尖头 认出来了 呦 史家庄的王寺 哼 四哥 四哥 怎么醉死在这儿了 四哥 醒醒 他拿手都没一嗓 王寺那哪醒得过来 王寺摔死过去了 喝太多了 哎呦 这两塞都炸了 你瞧瞧 胖的这个样 我听他们史家庄 能跟我说的 最近那小子不知怎么了 得了外财了 发了他 真有两下子 这不定有哪儿的饭局呢 这是 吃饱了 喝足了 往这儿一躺 他也不怕冻着 哎呀 这在史的狼跟前啊 是个红人 我还真得巴结着点 我呀 不成啊 我把他扶家去 扶着他们庄上 等明儿醒过来 人家一问 谁送我回来的 标兔礼吉 哎 打这儿说呀 我多少的 我沾点光 四哥 该找您的灶火 您碰上我了 来吧 他打算把呀 王四给揍起 那他哪揍得动啊 这个 其实王四也不是说多胖 他喝死过去了 死沉死沉的 不成您的 嘿 您行一下怎么样 咱们两个叫唬这 嘿 您 这边揍不起来 他又跑这边去了 您吧 王四呢 一开始啊 他这DW在底下压着 这一睡过去 他就不知道 这边一嗓 那边一搬 一翻身 王四连这DW一块 转过来了 可这DW里 这封书信 跟这五两银子 可就出来了 整在李吉脚底下 李吉眼还挺尖 一瞧五两银子 呦 伸手把这五两银子 就抓起来 哇 好几两 我说这人都拾起码走标吧 我听说 他最近 竟得WiFi 你瞧瞧 这地方五两银子 啊 就随便往这 那么一哥 喝这么些个满地跑 人家现在有钱人 这位 这 太任性了 这家 比不了 我还给他吗 哎呀 我怕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问了我良心 嗯 坏了 我良心在哪呢 哦 在嘎着我这 既然良心没在当价 四哥我可就对不起你了 我可好意 我当初是要送你回家来的 奈何意 你醉死无形啊 那不怨我 这才叫建材起义 把这五两银子 往自己身上这么一带 这地方谁瞧见了 小松林里边 他又醉死过去了 明天五两银子丢了 他知道谁摸了去的 该找 我得这笔外财 这两天左眼老跳 我以为是灾 实际是财 看来就硬在他身上 就硬在这五两银子上 没错 这就是我的财 归我了 得利 告辞吧 彻不抽签 转身将要走 低头一瞧 地上还有一封信 也是那大墨里掉出来的 哎呀 这信可是要紧的东西 我捡起来瞧瞧 把这信 没封的 就一信封 里边搁着信仁 把这信仁拿出来 往林的边凑了凑 这李吉怎么样 文盲 李吉认识几个字呢 认识八个字 认识李吉俩字 还认识六个字 认识朱武 陈达 阳春 这一辈子就小八个字 全用上了今儿 原文就那么写的啊 您不认识您查去 这李吉啊 文化很差呢 也不怎么单单认识这几个字 上下文也看不明白 就捡自己认识的字念吧 朱武 陈达 阳春 朱火 陈达阳春 这不是少华山上的债主吗 又没 宝贝四哥 您还认得债主呢 那甭问的 这是少华山上的债主给他的 那他是来的快 为什么那都是土匪 抢来的 来的快去的就马虎 拿这几两银子不当回事 啊 感情你小子私通匪 不对 凭他一王寺 他私通不了少华山 那甭问呢 这封书信是他们家主人 使尽 跟少华山三位债主 互相勾结的这么一封书信 华阳县 张帖告诉 我常在那儿听着念叨 城门洞的那几位 没事老念 告诉我 我跟人打听过 少华山的三个债主 这三个匪首 要有人 拿住他们送到官府 就是通风报信者 赏钱 三千贯 感情我这笔财啊 不再区区这五两银子上 在这三千贯上 哎呦 使劲呢 我叫你老欺负我 他想起来 前些日子我上庄商去 不过是找矮丘一玩 让他给逮着了 好一顿的把我盘问 就仿佛我李吉是贼似的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就是学了几下的拳教吗 你不就是你爸爸死了以后 你当这庄主了吗 你不就是家里面有几个糟钱吗 哦 你这钱感情不是好来的 明着您是做家的大财主 暗含着您私通山北 小的使劲 既然你不仁 可就别怪我不亦藏 他把这五两银子都拽出来了 连这封信往这信封里边 这么一塞 有这张纸在凭这钉银子 我就能把使劲给告下来 到时候华阴线逮住了 这三个匪首三千贯赏银 就是我李吉的四哥 多谢多谢 他把这封信贴身往怀里这么一吹 四下这么一瞧 他腿快 摩头撒腿就跑 放下了标吐李吉 前去出手 哥西赞却不提 单说这倒了眉的王四 二更天才行 为什么 洞醒了 这才算明白明白 伸一个懒腰打一哈 这一分身就坐起来了 干了 这是哪啊 黑沉沉一片 影抄抄的都是大树 松树 拿手一摸 草地 借着这个树印没挡的地方 外边有月亮 有星星 看了看 总得二经多天了吧 哦 吃醉了 喝太多了 想起来 庄主让我下书 请少华山三位寨主 喝了七百碗 喽喽不让走 又喝七百碗 嗯 醉在这儿 我是在哪 熬半道上 干嘛 回家 回家干嘛 见庄主 见庄主 交回信 对 还有诸五 给我们庄主的一封回信 那回信在double里呢 一摸没有 他一翻身 站起来 就这原地 咱们一摸 离他不远 他把这double摸着 敢把这double摸着 往手里这么一滴了 信了就一翻个 分量不对啊 里边有五两银子呢 五两银子虽说不沉 那也有点分量 这个轻飘飘啊 他拿手在double里这么一摸 银两书信都没有了 他把这double往腰里这么一记 在这树林子里头 他可就唱着三着口了 一桶摸呀 摸功为大了 这盐也适应过来 分本就没有啊 坏了 扑通一下 他又坐在草地上了 五两银子是小 这一封书信是大 哎呀 少华山的债主 给我家庄主的这封书信是落 这可怎生是好啊 什么人拿走了呢 哎 不见得是人拿走了 我喝太多了 哪我一没留神掏出来就丢了 这地方丢了也没人捡 为什么 荒山野岭啊 都知道少华山闹土匪 什么人上少华山上来 没人来呀 这下山走了没有吉利路 断绝人烟之所在 纵使丢失也没有人知道 不愧他人称赛博党 他能够应付官府 主意还真正 他自己坐在这林子里头啊 盘着腿 他这么一动脑筋 我回家之后 我家庄主使的狼 要问我 有没有回书 我就给他来个一推六二五 不认账 没有 我就说来不及写了 就带一口信到八月十五准来 也就是了 哎 就是这个主意 一时之间王寺把主意拿定 站起身形 把身上这个草子浮屠 胆了胆 吸了两口空气 您琢磨琢磨 大松林啊 那富氧离子 那氧气给的多足啊 这睡的一觉多甜啊 卖步出松林 认了认道路一瞧 这边是少华山方向 这边是史家庄方向 他也知道天晚上撒腿就跑 半道跑着微微出汗 这酒全下去了 赶他跑着史家庄 史家庄 早就装稳紧闭了 庄上头有护装俑啊 离老远盈盈抄抄 一看跑了一人 谁啊 王四 又四哥您才回来 别给您开庄门 您坐大筐上来吧 上边把大筐睡下来 他坐着夸 给他捣上来 要开庄门费挺大事 顺着庄墙游里边下梯子 史晋还没睡 史晋心里不踏实 怎么下一封书信 二更多天三更天还没回来呢 这已然就三更天了 这才算跑回来 跑的是气喘吁吁 王四 怎么这这碗才回来 三位寨主太热情了 留我喝酒 喝了大半夜 苦流不放 是我言说庄主言 您还等着回信 这才派人送我下山 我这不是连夜跑回来 吃了点酒 看这意思倒不像戴罪的样子 没吃多少啊 是是是 怎么样啊 八月十五来不来 一子来啊 那都说死了 那三位寨主一瞧 您这封书信呢 是非常的高兴 还紧着互相埋怨 哦 埋怨什么 说应当早下书信 请大郎您 庄主爷 八月十五 咱们可得好好的准备准备 三位寨主爷 带着几个亲信的楼楼兵 要来赴咱们的赏月宴 哦 是是 寨主哥哥 有回信没有啊 没有 没有要写来的 还是我给出的主意吗 反正也是要去啊 是不是 我们庄主 给您下一封信 您再写一封回信 就这么点事 我还说不清楚吗 三位寨主哥哥一听 那既是那样 就甭写回信了 跟您说 没有 哦 回信没写 我给写这信呢 他收下了 在他们那呢 说准了准来哈 是说准了准来 您放心吧 啊 你多辛苦 那你早睡吧 你早歇着吧 就这么三言两语 把他 九最丢信这个事 一折而过 就骗过去 那九文龙使劲 对王四是充分的信任 也就没有深究这个事情 吩咐庄上人等张登 今天才这些日子 可就要做好准备 到了八月十四那天 装上人 好 全动员起来 这就落桌 管各式样的鸡鸭鹅 就杀了一百多个 专门 领了一枪大洋 袁文贤一枪飞扬 这是给寨主 给使劲 这几位童骨人吃的 剩下装上 这么一顿肉 一蒸馒头 一玉为各式样的菜 全都落好桌了 八月十五早晨起来 不表使家庄 但说少华山三位寨主 即使两位贤弟 陪哥哥我前去使家庄 饮酒赏月 这是个雅致的事情 咱们就不必要的 跨马带兵人了吗 是啊大哥 咱们就不是争战 再说了 骑着马带兵人 山石家庄不称笑柄了吗 咱们笑话 咱们不是没那样去过 干不过人家了 哈哈玩笑了玩笑了 那咱们哥姐也得带点家伙 好吧 带了五个亲随 五个贴身的楼楼兵 这五个楼楼兵 每人每 一人一口泼刀 三位寨主各跨腰刀 就是寻常的医生 八个人下了少华山 也没骑马 就是不行 趁着早晨起来 这会儿正凉爽 八月十五凉外了 几个人是有说有笑 屡屡屡屡屡 要赴这一次 饮酒赏月的宴席 腌制到下了少华山 进了史家庄 就步入了龙潭虎穴 这才引出来 九文龙夜走 华阴县各位同志们了不得了 要是正关系是全打 鲁提侠全打正关系 说错了 我老给人说这笑话 唱山东快书的这个 我小时候老听这个 这都真事啊 这个山东快书啊 这个全打正关系 最有名一段 拼了吧 对了吧 不拼不对 有这么的 这正途 收拾的钢刀拿在手 上去要披露钢器 老唱这个 他老说这个 然后鲁达怎么打他 这唱快书那天唱错了 拼了吧 对了吧 不拼不对 有这么的 这正途 批着我的钢刀拿在手 窜出去 扑他一下 批死鹿钢器 呀 正途把鹿打给批了 巨龙下台了 那就唱不下去了 我老给人说这笑话 今儿也不怎么了 还差最后一句 你说这多张 哎呀 这些热闹回幕是近代 下回 发行 发行 收督